多倫多市議會計劃尋求省府修例 讓市政府能以低於市價的價格 混入教育局土地建屋 以解決住屋危機 胡曉林甲報導 省府現時規定 如果教育局要出售多餘的土地 必須按市場價格出售 多倫多市府執行委員會 向省府要求改變那條條例 市長周志偉認為 這些公共土地有助解決房屋危機 不應該作為私人出售 而是用於建造住房、社區中心和社區空間 多倫多教育局現時擁有超過5000英帽的土地 共600處的房產 是市內最大的地主之一 教育局主席認為 雖然對與市府進一步建立夥伴關係持開放態度 但教育局面對虧視和維修積壓 仍需要考慮市價所帶來的收入 多倫多市長周志偉今天在另一個場合 也有提及房屋問題 I hope to see a lot of investment to help Toronto build housing affordable housing shelter 所以我們可以建造、建造、建造 市會將會在星期三展開的會議上 討論執行委員會的請求 I hope I hope